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小朋友比較好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這一集是 慕容貞角色情報 那在今天7月23號 公佈了 官方公佈了慕容貞角色情報 OK 那慕容貞就是慕容玄姬的母親 神武官官主慕容貞 是幽神化劍路登場的角色 是中原武派的江湖盟主 所謂文道有先後 書也有專攻 中原各外門派皆有其看家本領 神武官現在當時可以說是 最為鼎盛的名門 刀劍與咒術並重 慕容官主為人嚴謹 自理有方 吸引了眾多瑕士登門拜師 而慕容官主先世之後的心一任掌門 便是他的女兒 慕容貞 慕容貞在江湖上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女子 只不過成名的原因是他的莽撞 什麼飢餓如愁 性如獵火 與諾刀劍 蘇拉底就是在講 當他被激怒或者心急之時 便會容易衝動行事 不怨或果 這是幽承換進入當時的 徒島 但是慕容貞並不像他父親一樣 果決 優勒廣壯的性格讓他容易受到教唆 雖然功力修為 確實讓人佩服 但卻性格暖弱 那慕容貞怎麼當他將我盟主了呢 那在天音節首歌之中 在他的生篇裡有一個這樣的描述 吳拉派齊聚西域 因素盤沙堡 然而誰人擔起這江湖某種之位 是周崇還是諸號 只聽人群中有人道 神武官主某種真 雄之勃發 武藝絕倫 行詳詐 仗義 為人豪氣 不偏不倚 行事如意 雖得女兒生 卻不令各方豪解 這江湖之中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若推舉這江湖盟主 怕是當等不安 三方若群逃附和 人群中 紅衫閉罐款款款而出 稱蒙諸未闪勢 那我便當仍不讓了 還有一個群逃附和 推舉有功 若是盟主 真的可以號令群雄 哪能輪到眾人面面相去 討伐四成 武派藉有功勞 討伐失敗 江湖盟主 難逃罪責 可以說是個 吃力不逃的虛名罷了 木魯正被推舉 盟主後 不出數料 有周崇諸號之流 在旁邊傷風疊火 木魯正便形同架空的傀儡盟主 木魯正 是木魯旋姬的母親 對這個寶貝女兒 百方疼愛 好 這是他的 CG圖 木魯旋姬 身性活潑 好奇心強 向著外面的世界 但木魯正 這過度 的疼愛 是手放開 不是 是一份束縛 他無厭女兒去面對那些 歷練和挑戰 導致母女關係有點僵硬 OK 只要女兒跟著夏侯儀一起去冒險 對夏侯儀也是百般叮囑 通常都 關照木魯旋姬 果然江湖迷惑都敵不過一個女兒的親呼 生活觀觀主實力如何 在天地劫手遊中 木魯正監獻 輸出 和治療的輔助能力 如同生活觀特色一樣能力叫我全面 這是天地劫手遊的力揮 這個木魯正力揮就好多了 很漂亮 這樣 揮舞手中三尺劍 並有火焰飛出 起向敵人 可不然因為是騎女子就小小他 還蠻帥的 但我怎麼覺得動作有點鈍 有點不順暢 OK 木魯正 獅子咒獅 火焰作法 造詣自然了得 能夠習得經典咒術 禮火神絕以及範圍形咒術 焰焰之陣 不僅強 力的輸出絕血 木魯正在治療輔助方面有出色的表現 血刃之鬥能夠提高範圍內的所有勇軍攻擊 而身聚靈咒 不僅能夠恢復我方氣血 還會添加一個持續兩回合的癒合狀態 有效提高我方進攻勝利 OK 那這邊就是木魯正的角色介紹 看起來還算是 感覺就是一個初期 可以放入隊伍的一個角色 好那這以上就是木魯正的介紹 OK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G 謝謝各位 這集的收看 拜拜